共創美好將來 主持曹同徐家文何正恩 回到最後一節的想像共創美好將來 有我主持Carmen和Dennis 大家好 我們今天的嘉賓很特別 全部都是線上的視像來做節目 因為幾位嘉賓都是來自澳門的 包括澳門湖康會的總幹事Jennifer Hello Jennifer Hello 還有澳門副論社江社任社長Matthew Hello Matthew Hello大家好 濠江副論社社長William Hello William Hello大家好 還有西望洋副論社社長Keef Hello Keef Hello大家好 剛才很好 大家都說了你們有不同協作的服務 有一些新的方向服務發展 來到最後一節 我們都想聽聽幾位做了這麼久的社會服務 有否一些特別的感受和經歷想和我們分享 不如在這裏我想問一下湖先吧 好啊 我想看一看就是其實在我當年做扶青社社長的時候 我們就想了一個service project 就和環保有關 因為當時大家都很推行那個叫做食食的處遇 是的 我們這個project就叫做食食小特工 我們打擊的一些服務對象就是一些小朋友 大概四到八歲的 因為我們想從小培養一些小朋友 有一個叫做珍惜食物的觀念 我們這個活動其實分了幾個部分 因為你也知道現在很多小朋友 他們都不知道那些食物是怎樣來的 澳門其實有一個農場的金像農場 我們就帶了一些小朋友 去金像農場那裏 讓他們體驗農耕落 讓他們知道其實那些食物是怎樣來的 我記得當時那些小朋友都很開心的 在這裏玩和和家人一起去做這個農耕落 他們也知道原來要種植食物不容易 那是第一步 那中間我們也有些叫做上課 就是一些很簡單的任務給小朋友做的 就是回去錄下他們今天有些什麼廚餘是吊棄了的 或者是有些什麼食物是浪費了的 就是做一個簡單的remark 讓他們自己知道有些應有什麼事情發生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其中的一天 就是我們去到澳門的一個機構去派食物 給一些比較低收入家庭的 那當天早上有些小朋友就幫忙去 因為都要派發 都要包裝 跟那些小朋友一起做包裝的食物 那陸續有些低收入家庭來的時候 那些小朋友也幫忙 就把這些包裝好的食物送給一些低收入家庭 那其中有幾個家庭 他們都拖著一些小朋友一起來領取這些食物 那其實他們拖著小朋友的年紀都比較小 比如三歲、四歲 那當我們派發食物 差不多派發完的時候 那這個很感動的 就是無緣無故就會有一個女生 小朋友 那他就過來跟我說 就說哥哥、哥哥 然後我看到他眼淚淚淚 問他什麼事 然後他就說 他說他發覺原來澳門也有很多小朋友 他們原來是沒有一個好的環境 有一個好的食物 他需要來到這裡去領取食物 那他就說這些小朋友原來都不容易 那我也問他 那你見到之後你有什麼感想 那他就跟我說 他說他從今天起 就要吃完這些食物 還有不會再浪費食物 那這個說話是一個小朋友的口中跟我說 那之前沒有任何人 就是沒有人教過他怎麼說的 那他是發自內心的去表達他這個感觸 那其實對於我來說是 那個感受是很大 因為我們做project 是希望通過我們做一些不同的服務 去令到除了別人受惠之外 也都希望去改變一些人的一些想法 從而去令到這個世界更加美好的 那而在當我聽到這個小女孩說這句話之後 我是覺得自己是真的做到一些事情 那也都推示我繼續去在扶龍社服務 謝謝Matthew 那其實剛才說到食物的一些服務 我知道Keef都有幾年在扶龍社的服務經驗 或者你有沒有一些project 或者經驗想分享 是的 因為其實我們在我們創社 沒有多久 我們教了一個扶龍有限開的活動 那其實是我們一班社友去 一北區一個社區中心 去煮飯給一些雙職家庭的青少人吃飯 那因為原來澳門這個24小時運轉的城市裡面 都有很多家庭 一些小朋友 想晚上吃一頓飯都不是那麼容易的 那我們發覺還有這班小朋友 需要我們去服務的時候 我們就去 在星期五 每個星期五的晚上 去跟那班小朋友一起去煮飯 一起去分享整個星期的過程 那其實當中對我很大影響的就是我們 原來和家人吃一頓飯 或者和一班小朋友一起去吃一頓飯 其實不是一個必然的事情 那其實一直很影響我 一直持續去服務青少年方面的事情 嗯 說得沒錯 Keef 其實吃飯就是一個盆盆 那剛才Jennifer也都說過 她身後面那個背景 如果大家在看直播應該看到的 為什麼你會發掘得到這位 若能人士的朋友 她有這個天賦呢 是不是就因為你的盆盆和心思呢 可不可以簡單說一下 這個呢 亦都是 這些這麼多 這些這樣的動人故事呢 都是支持著 我在社會服務這麼多年 我相信就是 就是服務原諒了我的生命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是有這麼多不二的故事 它是一個很重度的自閉症 但是就是因為很偶然的機會 就是通過我們的陪伴都對的 因為我們在地上經常撿到它的紙碎 因為它沒有語言 它又不會告訴你 我懂得畫畫的 那就是要你有內心的陪伴 你就發現了這個 好像畫跡這麼漂亮的自閉症的學員 那在過程裡面呢 扶輪社呢 亦都是我們一個很好的夥伴 他們不斷去通過不同的活動 去宣揚這個樂善浩斯 那我相信呢 我在接下來的工作呢 我都會呢 是和我的弱勢的朋友啊 或者是智障朋友啊 等等呢 與夢齊飛創多元 是我們的夢想啊 嗯 那Dennis 不如你又問一下吧 因為我知道呢 你都認識William 是的 不如你問一下 William其實他又有什麼 是的 William或者你可能真的很快 我知道你入了富仁石不算太久 那會不會都有一些的體驗呢 是的 其實我入社接了一個兩年時間 但是最近一次的訪問呢 我們去拜訪一些弱勢家庭呢 是給我一個很深刻的印象 就是其中一個家庭呢 是一個兒子是慢了的 那媽媽就比較年長的了 那令我深刻的就是 原來澳門呢 這麼繁榮的都市之下呢 都有一些需要我們幫助的家庭 還有我們原來可以幫助的家庭 其實不止這個個別家庭這麼少的 其實我們應該是繼續去 各界的人士多多去捐出他們 或者付出他們的努力 去更加為這個城市 更加為社團去繼續幫助 我覺得我們真的需要這些人士 所以我們會繼續努力的 說得很好啊 幾位嘉賓都分享了 其實做社會服務 怎樣可以持之以行的發展呢 就是要有愛心 有培館 還有繼續努力下去 做下去 剛剛聖誕節就是一個分享愛的日子 那接下來都希望大家 將這份愛繼續分享出去 下次節目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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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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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測是不是 嗯 嗯 嗯 下週兩點 離開會議是嗎 是的 結束 結束還是離開 結束 結束 謝謝 謝謝